就是她 我娘年终之前跟我说过 把她交给我心里的女孩 我想把她交给你 平时兜你笑 兜你玩 也就是希望你能多注意我一些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发誓吧 这是我娘 留给我唯一的 答应我 你要好好地保管她 我答应你 一定会好好保管 都快盯婚了 还愁眉苦脸呢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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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笑的 这门轻视反正我可没答应 不算数 骂叫不算数啊 这什么 见死成亲 人家大师兄的父母都来了 这 够都拉弯了 谁跟谁拉够 跟你拉够了 跟我拉够也不算数啊 反正我爹说了不勉强我的 我得去跟他说清楚 你 你手骂清楚 你先 跟我说清楚 我跟你说说 Range 我跟你说话是着吗我 我的幸福 我自己做主 管得着吗你 现在年轻人都自己做主了 我要能自己做主 多改多好 言卿见过程伯父 程伯母 言卿姑娘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这真是我们程家呀 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哪 你嫁过来以后啊 我们一定会拿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的 伯母 实在对不住 这门婚事我恐怕不能答应 言卿 不许耍小孩子脾气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来就是郑重地告诉各位长辈 还有大师兄 我很尊重你 也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可是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看待 绝无半点男女私情 我也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总不能因为你对我好 就跟你结 结婚 所以这门婚事我不能答应 于大掌柜 我知道 让大小姐嫁给我儿子 委屈她了 可是你刚才说得清清楚楚 要跟我们结亲的呀 现在又不嫁了 欺负我们庄稼人老实 拿我们开心是不是 言卿是直性子 说话不走脑子 承兄 你别生气啊 是啊 是啊 言卿这两天有点闹情绪 可能是跟承岳闹了点矛盾 过两天就好了 娘 爹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大师兄是很好 可是我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好了 你别再说了 爹 您答应过我的 绝不勉强我 您对标主 对武林同道中人 一向都是言出必行 怎么对我就出尔法尔呢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嫁给大师兄的话 我 我离家出走 你胡说什么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给我闭嘴 反正我就是吃了撑脱舔了心了 这门婚事我绝不答应 绝对不嫁 师父 你回去跟少主禀报 好 言卿自小个性倔强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他 他怎么受得了啊 他那么没大没小 我怎么能不教训他 就算言卿有错 你要慢慢教导他 你这一巴掌把他打跑了 万一 万一 师父 我听说言卿他 不管你的事 住去 他师兄 言卿他还在气头上 万一他想不通什么 出去 承越 承越 阿华说的有道理啊 言卿个性倔强 你这一巴掌打下去 承越 你带上人 到言卿常去的地方去找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快去啊 好 去吧啊 快去 老板 这几个我都要了 好 这位姑娘 本店还有宋代的瓷器 明代的字画 您不看看 哎 这些也帮我包起来吧 嗨 那可是房品 通常啊 都是一些小户人家 附庸风雅的 您这样的贵人还是买些真品 更趁您的身份啊 这个是定金 麻烦您及时送到 好的 哎 多谢您关照啊 过后啊 我就让人把这些啊 送到您府上 哦 记住 一定要做后门 好 您放心吧 一定知道办啊 哎 您请 哥哥 您买这些假货做什么呀 小绝 见过变魔术的吗 变魔术 是变洗法的意思吗 哦 对 我接下来 就要好好地编一个戏法给你看 你就等着看他 于大小姐 哥哥 哥哥 这是怎么了呀 不哭不哭 别哭啊 天大的事儿也总有解决的办法呀 你跟我说一下 看我能不能帮帮您 我 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 要不这样 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下 哥哥 你能陪我走走吗 嗯 哥哥 你见多识广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你说 你是会选择一个 看起来跟你很般配 也很喜欢你的人呢 还是会选择一个 你们彼此相爱 但是父母不同意的人 当然是选择 彼此喜欢的那个了 只是 我娘总希望我跟另一个她在一起 今天 让人家的父母都上门提亲了 她也很好 我对她只有兄妹之情 我就跑出来了 哥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 世间情缘莫测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答案 只有上天知道吧 也许是吧 天后宫 要尽快把大世界找回来 听明白了吗 走 明白了 走 信女余言卿 请您保佑我 得我所爱 结成美好姻缘 还有就是 我就这样偷偷跑出来了 他们一定会到处找我的 还请菩萨保佑 我会嫁的那个人 先选择我 可以找到我 好不好 谢谢 烤地瓜嘞 热鍋鍋的烤地瓜嘞 刚出锅的 快来买啊 哥哥 有地瓜 我们买一点来吃吧 好啊 给余大小姐姐买两个吧 烤地瓜嘞 老板 来几个地瓜 好嘞 来 给您帮好 烤地瓜很好吃的 给 快把手捏住耳朵 你把你的给我了 那你吃什么呢 没事了 我这种粗人 少吃一顿两顿 没什么大不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真的很好吃 天下第一美食 你拿好 好 哥哥 您想什么呢 走吧 烤地瓜嘞 刚出锅的烤地瓜 快来买啊 杨华 好 你 你是来找原青的吧 你怎么会知道我来找他 他刚刚一直跟我在一起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有看见他在哪儿吗 嗯 他好像进天后宫去了 谢谢啊 娘娘 我会嫁给谁 就让谁先来 谢谢你 娘娘 我会嫁给谁 你轻点 小废话 快点 放开我 云青 阿华 小废话 神妹 你没事吧 没事 鹿西龙 你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坏了个事 你为什么在这儿 等等 你为什么要抓延青啊 我为什么抓他 我本打算抓着他 引于建平出来 谁生想你们来了 全给交了 还有就是 你怎么帮着他们打我们呢 你到底算没活了 就算今天我不出血 你也打不过他们 好 这话你留着跟你解说 不 师妹 师妹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怪我 好 幸亏你没事 要不然 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大师兄 不怪你了 我也知道你对我的心意 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呢 还是因为阳华 好 就算没有他 说不定我也不会答应的 再说了 嫁人这种事情 我还没有想好 我不是想让你马上就嫁给我 可是 大师兄 你不要勉强我好不好 你知道我的脾气的 如果您硬是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那样我会不开心的 好 你知道 我想让你开心 大师兄 今天我让你当众难堪了 对不起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你没事吧 抓住陆青龙了吗 他跑了 小师妹没事 我们先回去吧 走吧 走吧